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植物與中國文學 我想 我很詫異 這個題目到什麼地方去講 好像有興趣的人還是不少 我在學校開課 我發現修課的同學 不只是中文系跟植物有關 像物理系 還有很多那種氣管系 還有很多那種跟這個文學 跟植物沒有什麼相關的科系 所以可見我領略到一點 這個喜歡植物跟喜歡文學 是大家人類共同的一種興趣 那我想說有很多人問我 為什麼會講會做這種東西 其實我覺得是這樣子 我們都知道中國文學裡面 中國文學的歷史很長 任何一種字 從詩經以下 從上書 這個戰狼的字 我們這個字典都可以查得到 當然我覺得比較困難在哪一點 就是說 有關名物 名物跟典禮儀式 這樣的讀典的名詞 這是在我們解讀這個文學裡面最困難 因為你長不大 我們以前念書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念書 念這個 上山採蜜霧 下山逢霧夫 各位大概都有這個經驗 念古詩 採蜜霧 採蜜霧當然沒有兩個字是植物 下山逢霧夫 當然這個字詞是為了 迷霧是為了押韻 但是除了押韻以外 還沒有什麼別的意義 當然也沒意義 那迷霧是什麼東西 其實在我小時候 在年輕的時候 念這個詩詞的時候 我自己本身就看到很困難 然後你就查到那些 任何一個有注釋的地方 迷霧 注釋 你放到注釋的地方去看 因為沒看到 古人 古今都有注釋 迷霧底下 他用了三個字 解釋迷霧是什麼 那參詩詩呢 香草園 香草園 今天講說 有解釋跟美解釋 那有什麼差別 所以我是覺得說 如果有照例是我們 如果說能夠去 慢慢地去解讀 這個文學裡面的 一種植物的字詞 的含義 或者是知道說什麼 它的形象是什麼 我認為在讀文學作品 這可能是比較有幫助的 這是我為什麼做這個題目 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想 在座的各位 當然都是對文學 我猜應該都是非常有研究的 那我想就是說 我大列還是做一些 那我想說 還是把這個大列文學的分歧 跟各位做一個複習 我想說 當然我們越古老的這些文學作品 比賽的越少 那我想說 我們可以根據中國的歷史 可以分為去分為 遠古時代 當然春秋上口算是遠古 然後這個 漢代 衛星南北朝 唐 武代 宋 延民清 大概就是跟我們這個分區一樣 那我遠古時代 春秋上口時代 那當然我們讀書的時候 大概都會讀到這些東西 比如說這種 這個 吉良歌 這個 武功演首歌等等 這些都是產篇 幾個記者下來 其實 比如說 現在最完整的大概 顧外乎 春秋時代的詩經 跟藏國時代的主持 那我相信各位 如果讀文學院的同學 大概這兩個科 這兩種經典 大概就是必修的科 當然我們念詩經 自古以來念詩經 都有相關的這些文事 來做這種解讀 比如說冠軍篇 《關關之鳥災禍之鳥》 《牙條書女記者好求》 我們就發現 有現在的這些圖樣 來表示 這個當然是 自鳥 然後呢 其中還包含有植物 比如說 非常有名的 這個 稱之杏菜左右有之 牙條書女也沒求知 杏菜 當然知道杏菜 中國自有菜的部分 大概就可以吃了植物 當然我們會從這個地方 這個圖裡面 大家可以看出這個 左右有流之 但是呢 我們還是看不到杏菜 是什麼東西 當然以現在的概念 我們知道說 哎呀 杏菜原來是 長得這個黃色的葉子 黃色的花 非常漂亮的一種 一種植物 當然也可以吃啊 當然大片是這個樣子 各位 你們有沒有吃過杏菜 吃過 裡面有一個美容區 吃的那個水蓮花 其實是杏菜的一類 只是台灣的杏菜是白色的花 真正的杏菜是黃色的花 那個杏菜是哪裡 是它的燕餅 那我們市場上已經買得到 那種杏菜 我們叫水蓮花的東西 這個自古以來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種杏菜 當然 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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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會知道的 比較代表性的 大概是漢夫 漢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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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夫在很多地方 最近 北京大學也把它出發 把它整理起來 在全漢夫 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一種工作 當然有一些自外甲說 蘇晨祭等等 唐代 經五代 當然我們都知道 唐代 這個是詩 這個是比較成熟的詩代 當然除了詩藝花 還有自外甲說 還有戀愛甲說 還有武俠援起小說等等 我們這次到西安去 很可惜 我自己本身還是沒有限制到這裡 到西安去看王偉所持的銀劍 大家知道杜甫 杜甫在這個成都 還有杜甫的草堂 這個大概可以 未來的規劇 我個人很喜歡這個 張志文的一首詩 當然是詞 當然是詞的一種 最早的一首詞 然後西曬三前白霧飛 桃花霧 六歲霧以非 清諾立以所以 前方性不虛歸 我比較有興趣的是這個路 當然我們知道 這個都是一種 剛剛做好的一種語跡 什麼叫弱立 什麼叫縮一 對 等等 當然如果 我們沒辦法找到指 我們找到古代的圖 這張圖告訴你這個縮立 跟縮一 當然其實材料不一樣 我們台灣的斗立 是用這種 用這個 這個貴族的這種拓葉 拓子做的 然後古代的這個 這個弱立呢 是用這個來做的 是用這個叫弱竹 這個竹的那個葉子 葉片很大 而且很合脂 我一直在納悶 這種竹子大概高度 大概是一米半 不會比那麼高 因為台灣沒有人種得多一顆 我總是夢想說 有一天在植物園 台大校園裡面 或是在文學院前面 大概有一片這個 可以看看 它其實它長的高度是不高的 是一個小型的竹類 對得到 在這個典型的中國住宅 以中國園裡面 像這個蘇 蘇州的這個什麼 這個卓正園 你會發現 他們都會用這種 在石井旁邊去做這些竹子 其實它是一種 一種景觀 一種漂亮的植物 那當然可以做一種 做一例子 甚至一種一牌 所以我想說 如果說我們覺得這個植物夠漂亮 因為有文學意味的時候 我覺得這種植物其實是蠻好的 然後這個是縮一的縮 我們叫縮草 詩詞裡面講了很多的縮草 其實縮草就類似我們現在的 大甲草 做草棋那麼少 這個把它編起來可以注意 當然我們台灣是拿來做草棋 這個是我在大甲 跟院裡去拍到的 我們現場還有動了少部分 然後宋代呢 宋代我們知名與世的大概都是赤 當然我們都知道 宋代的食品都很好 宋代的食品有 唐詩有五萬三千多首都留下來 宋詩很多 宋詩有二十四萬首 各位那個 前宋詩 北京大學編出來的七十二本 唸的那個也已經歪掉了 那應該都不錯 然後當然我們也知道 那個詩詞 在宋代都是蠻有名的 當然空字想說已經開始了 當然我各位到大陸去 我也是去參加第三屆 全世界的這個職務員大會 我必須靠一層那一層興趣 我去溜走那一天 就去派好這個文次帝 當然我們知道 五次帝有兩類 一個是五次帝 一個是文次帝 一個叫東坡次帝 一個是三國次帝 我們知道這是兩個不同的地方 東坡次帝呢 它現在已經把它開成一個公園 東坡次帝公園 各位進去很大的地方 可惜就是說 這個我們會有點 現在的人 流流流流血的人也不太多 那一天去的人 是不是這兩個以外 這一批兩批 我是一三批客人 然後呢各位看看 赤壁 赤壁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這個蘇東坡的那個 前赤壁戶後赤壁戶 就還掛在這個地方 當然我們知道說 當年這個蘇東坡寫 這個赤壁戶的書 在這個地方寫 為什麼叫赤壁 因為赤壁 我們知道這是 它是一個小半島 這邊是水 當然這個 這個石頭呢 是一種最近紅色的 我們這個 當然可以看出它是紅色的 就是赤壁 當然這個宋代 那我們到了櫃南去 當然也不能忘掉 這個李慶兆的紀念館 李慶兆的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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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實在是很淒慘的地方 有一次我那個 櫃南市長 不知道怎麼早上我 他說他在櫃南市開一個直路園 叫我去 有什麼意見嗎 我說第一個 空子哪裡呢 三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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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七戶 七戶離這個 離這個 櫃南大概也是八十公里而已 那最重要的是什麼 李慶兆是幾個人 然後我們 我今天想說 如果有一塊 有一塊園區 他種了一公子 我們畫一公子 種芭蕉 種五桶 哇 我們就是李慶兆性內容 水淹不移 那空子怎麼辦 空子不是有一天 不是作用力過嗎 然後私逸的回來 回到這個山東 某一個山腳下 坐在這邊休息的時候 聞到一陣異香過來 異香啊 他那個味道是蘭花的味道 所以他寫了一篇很有名 這個宇蘭草 記得不記得 宇蘭草 那我說 我們那個櫃南的植物園裡面 就有一個角落 種些雜草 然後蘭花 那個宇蘭草 我們知道說 這個花一定有香味 然後各位猜猜看 我都被紀蘭市長講過了 孔子做這個宇蘭草的時候 是在春夏休息會賣給幾些 不可能是春天 春天還在作用力過 夏天正在講話 真的講得正好聽的時候 冬天不可能 冬天會凍死 所以呢 我們認為孔子 這個做宇蘭草 聞到這個花的效果一定是秋天 秋天開花的 能夠在山東也能夠生長的 開花有香味的植物是什麼 一種蘭草 這個叫做 我們台灣也有叫做寒蘭 任何東西 如果說 我們把它種起來 在一個宇蘭草 其實那是一個很 我是覺得非常失憶的一種上座 好了 這個當然也有 有中文聽人也有一點的霸架 當然元代 還有比較有名的 大概是曲 跟這種 這種水湖傳 明代的空谷小說 跟小平文 這個是小平文 當然我覺得說 小說裡面 他明代已經開始承受了 像這種張惠小說的西雲記 三國演藝 金兵雷 三亞二拍 那是短天小說 已經通通出來了 各位 這一下真的是 西雲記裡面的古文中 這個 劉備三戶保護的地方 然後呢 另外一個地方是 我們 這個關公 關公拜訟邁城 其實我覺得這種 歷史的故事 還有文學的一種故事 如果說 我們都跟現場 能夠密集起來 當然 關公拜訟邁城 以我們寫植物的人來講 關公會為什麼會拜 關公會不是有演練到嗎 這個 這個 逍遙散戰 不是有刺住馬嗎 那個到處可以跑來跑去 為什麼他還跑來打敗戰 那歷史上說 他是 輕敵 我看 以我們植物學的觀點來看 我沒有另外一個解釋 這是我 我自己編的 你知道嗎 我們有一種植物叫做 叫做 馬醉木 沒有聽話 不聽話叫做馬醉木 所以馬醉木就是 馬吃的 動物吃的會醉起來 會醉倒的這種植物 當然關公在出戰之前 那個馬肚子餓了 那你先去吃一些植物 吃一些草 沒想到這個 可能吃到這個 吃到這個什麼 這種 馬醉木吧 然後在打仗的時候 哇 該省油的時候 你也沒辦法省油了 關公一直被俘 這是我 這是出自我個人的想像 那我想說 要不要證明我 對或錯 我們去看看 半島的麥子 這個地方看 如果有大 有很多的馬醉木 我的想像就對了 當然各位對象 這個是 我再說一次 名字是我做的 那個青衛帶 當然我們獅子 通俗從後面都發展 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種 很高度 然後這個 這個戲棋後面有 孔善仁的曹哈山 紅色的長聖殿 孔善仁 大家認識他吧 孔老夫子的後代 然後呢 我們小說裡面有 最有名的是 這個 紅龍問 然後當然有 努力外食 才能去等等啊 那這個 我每次到北京去 我一定會看到 北京的大觀園 北京的大觀園 也是模仿這種 就是說 根據這個小說裡面 去描述 去設置出來 然後呢 他入口店 會有一個 補天魚啊 我們這個是米瓜 補天 他用了366塊的石頭 他會 本來用365塊是補天 然後呢 用了365塊 其中一塊留下來 就是這一塊吧 這一塊呢 這院店有人說 哎呀 其他365塊 對我用 為什麼留我沒有用呢 當然自厭自哀啦 然後呢 當然後來 變成我們的男主角 變成我們的賈寶玉 是不是 那賈寶玉呢 有一天到這個 靈虛幻境去遊玩 不管怎麼省 靈虛幻境 欸 我們這個 這個大觀園裡面 也有靈虛幻境 靈虛幻境以後 他進去那晚 他路邊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路邊啊 有一株 降豬草 他當降豬草 一副那種枯萎的樣子啊 他很好心裡 把它加一下水 我就說 加一下水呢 這個降豬草也很感激啊 心裡想 改天我如果能夠 這個轉世為人 我一定用我一生一世的眼淚 來報答他 他是誰 就是我們的一代語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作者把這個植物 把這些東西都連在一起了 這個想像力就出來了 好了 這個是我們的這個 這個北京的植物園 北京的大觀園 上海的大觀園 上海的大觀園 用人物太不識 各位同學你看看 這個 剛剛那個獅頭比較像 還是這個獅頭比較像 這個獅頭到處都漏洞 什麼古天 所以呢 上海這個這個 上海這個大觀園 就比較 比較沒有那麼那麼傳神 這是上海大觀園 OK 我想說 講了那麼多 那我想今天是列給了 我們集的例子 這個植物跟文學的關係 我們看這個 我們在有名的一台新流 他們是上台首 發言題 宋思超 宋思超 宋思玄 其實這幾個這種 這種種籍啊 都是古代的學者去選出來的 他是奔機 他們這些詞意的好壞 詞意的好壞 詞意的好壞 去選出來的 那 他不是奔機 他喜歡的植物 不喜歡的植物去選的 所以是 合乎我們統計節裡面的取樣 取樣的一種標準 所以呢 這種取樣可以看看 雖然取樣取得不多 我們可以看出來 一台新流 一共 錄了769種 其中362種有植物 所以呢 植物的總數是113種 所以他大概接近100% 47% 台灣市呢 從5萬5鍋 5萬5鍋手裡面呢 選了300種左右 然後其中136種 這個是大概是我們的 種子裡面 植物最少的 他是43% 就是 花間體有65% 宋師超有52% 岩師選有54% 54.7% 岩師中呢 50.2% 青師會呢 有5.2% 可見就是說 這個詩詞方面 這種 大概我們可以說 有一半以上 大概都是 有描述到植物嘛 所以在植物本身 在這種文學帶來的角色 就相信就覺得 它很遠 它比較重要 比較重要 可以看看 這是我們年輕的時候 都會唸到植物 對不對 上上採米屋 向山逢入腹 採入腹 那這個比較不重要 上面是米屋 這個是困惑了我幾十年 那長大以後 他讓我第一個想要去找 食物叫米屋 米屋其實是一種香草 沒錯 它長這個樣子 它是一種像我們的芹菜 像我們的香菜一樣 吃起來香香的 那這個是常用的中藥 用的部分是用它的根 現在叫做沖窮 沖是一種沖 草字頭一個弓箭的弓 沖是一個草字頭一個窮人 復仇的窮 就是沒有錢的那個窮 沖窮 然後古代叫米屋 然後中藥是用它的根 那古代的婦女呢 就會去採上人的葉 來早上來煮菜做菜吃 有什麼功效呢 這個根根的葉子呢 都是補血的效果 補血 所以呢 你看我們現在就在講 它這個氣腹 氣山上採米屋 我們也知道是古代婦女 營養不了 補血 我認為它是非常非常恰當的 而且它在這種我們的處置裡面 它是被列為香草 香的 代表它的遺憾 它味道很香 它的遺憾也是香的 所以呢 這個當然我們這個要講 爆海拔山或中藥婆 然後呢 我對我人家喜歡的古代中藥 這個都是耳熟人小的植物 詩詞 我們知道 君當過磐石切斷過胡偉 胡偉任如是磐石無轉移 翻譯成現在的話 怎麼翻 我們現在也有比方表達 就是我愛你的心 無論是海水會乾 石頭會爛 我愛你心是不變的 不是這個意思嗎 然後我們有古代婦 用這個方式來表達 表達 這個葡啊 這個葡啊 都是常常見到的 葡其實就是香葡 葡呢 就是我們的無葡 各位其實都常常看到 比如說這個香葡 香葡呢 這個我們隨身植物 像台大小裡面都有 各位看到 這個是他的花 然後呢 古代的人拿那種葉子 來做這種草 這種棋子 然後也可以拿這個葉子 來擺一邊籃子 各位 古代元代有一名 岩末明初 一個很有名的 一個畫紅花的人 他叫做姓王 名叫王冕 大家知道 王冕很喜歡念書 當然 古代人只有念書才有出入 念書 喜歡念書 但是他爸爸成長去世的 媽媽沒有錢供應他去施主念書 所以他只好去替他們那個香葡 就是我們的眼外是放編 放編 我們知道說 他放編都在突變化編 然後 因為天氣的變化的緣故 或者什麼的緣故 所以我們知道王冕成了一個非常有名的畫家 對不對 制服這個畫家不是文學家 文學家就是畫家 文學家就是畫家 畫家就是文學家 我們的歷史書上面有寫到的是 王冕也很喜歡念書 他每天早上出去放編的時候 他會用這種香葡編的籃子 他會裝書 然後把它掛在牛角上 然後每天就這樣去放編 不過各位也沒想像看 歷史書上隨便這樣記載 這個牛的腳什麼 掛著這種香葡做的籃子 你會放書 這不對吧 如果只掛一邊的話 那個牛不是 那個頭不是 所以我猜 我猜啦 所以我們讀書不是要想像一下 雖然書沒有這樣說 但是我們會想 他這個牛的這個兩個腳一定都 肯定都掛有籃子對不對 右邊放這個四十五金 左邊為什麼 小孩子 那麼小小的小孩子 就很喜歡念書 我們小孩子天生喜歡看漫畫 不是嗎 所以我認為 他右邊的這個牛角 掛的是四十五金 左邊掛的是小地大 你認為 或者掛西遊記等等 這是我想像的東西 所以我們如果說 看到這個植物 然後我們就想像 其實這個植物跟蜘蛛 怎麼點過有關 我認為這個植物就很容易認識 這個植物當然沒問題 常常見到 各位 這個白鞋 白鞋跟從五個半 各位看到嗎 北風景地白鞋 白鞘子 胡天八夜即飛鞋 胡魯一夜經後來 千宿萬宿禮花開 這個是非常popular 非常 大家那個時候都想著詩詞 白鞋是一種植物 為什麼八夜即飛鞋 白鞋呢 跟其他的草不一樣 它是一種 像我們操場一樣的草 但是呢 我們其他的草類 到植物的草類 在枯萎的時候 是核色的 黃核色的 只有這棟草 在枯萎的時候是白色的 所以它被稱為白草 知道嗎 八夜大概是中秋節 過中秋節左右 我們知道這個 中秋節過後 秋天已經快要到了 所以天氣寒流一來 這個草就變白了 所以一片的白草呢 就像幾乎一片飛雪一樣 然後你看 就像春天看牠的千宿禮花開一樣 所以各位啊 如果說我們不知道白草是什麼 如果我們不知道白草的性狀 我們如果去領列說 牠在講什麼東西 所以各位看到 這個當然我們知道是北京 春天的時候 這個梨花 當然我們中國人種梨 不是為了賞花 主要還是要採果池 但是呢 採果池的過程之中 又無法可欣賞 所以梨花 露獅子露得很多 這個是 這個是在北京大關演拍的 各位看到 這是白草 這個是我有一天就到 內蒙古去 因為我不認識白草 然後我到這個 內蒙古大學 去找那個師母學的教授 我說我台灣來 可不可以陪我去採 他說不行 他說他要搬家 所以他只要描述 說在殷山的山腳下 一片草原流 各位你看看 聽到殷山那兩個聲音 怎麼想 讀文學說明 不叫胡馬度殷山 有沒有 哇 我們去看殷山 跟一般的遊客看殷山 就是不一樣 況且我們醫生底下 都有這種白草 結果我猜對了 這個白草呢 在拍白色的話 它在夏天的時候 它是很好的木草 夏天是一個很好的木草 然後各位看到 在秋天的時候 寒流一下 我力氣不錯 在八月底去的時候 有幾段寒流一下 各位看到 這個枯萎的草 就是白色的 就是白 所以我們叫它白草 對 杜甫 成像師堂和樹學 哎呀這個字錯了 景觀不是景觀 景觀稱為薄生生 因為說成像池 就是諸葛亮 其實諸葛亮親手 去為留備做了墳墓 而且種了薄樹在上面 所以呢 這個我們叫做這個成像 成像池 或者是我池 我池在哪裡呢 景觀城就是現在的城都 城都城外 很多柏的地方 結果當然我去啦 找景觀城外 柏生生啊 結果一到這個武侯池 進去了 我們到武侯池去看 武侯池 當然我們這個明代皇帝 跟清代皇帝很不爽快 明明就是紀念劉備的地方 裡面怎麼都把它叫武侯池 所以那皇帝把它改成 還是漢昭列帝 還是用劉備為主 但是民間才不管他 對不對 那個是官方的說法 什麼民間呢 還是希望叫他武侯池 他也會是一進去 你知道嗎 當然柏很多 但是呢 一點都不像是那種唐代的 或不是唐代的 這個東漢時代 因為你看看 那個柏的好小 所以我們繞了一圈 繞了兩圈 我要去找那個 劉備守直的那個 劉備守直的那一棵柏樹 跟著他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漢昭列就離開了墳墓 然後他後面就是他的墳墓 你知道一圈 到兩圈 到三圈 最大的就是這一棵 這麼大 他以我們植物寫的支持來說 這不太可能是一千多年 兩千年的植物 你知道嗎 我當然我不爽 我去找那個管理員 我說 他就說儘管成外博生生 一個 你的博怎麼那麼少 第二個 你看那個博 劉備守直 那個諸葛亮守直 那一棵樹在哪裡 他就很尷尬地 回答我 他說去年 我去的那一千年 他說他們那個江總書記 江總書記 江總書記也去了 問頭那個花 所以 所以呢 結果 這個簡直 我告訴各位 你看我從山兩千公里 那邊 沾沉過去 看那個小樹 回來告訴我說 這些植物呢 這些 包括我們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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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棵樹 那一棵樹 通通 漸漸有什麼毀掉 知道吧 他還喜歡什麼眾人 都是明代 明代在從眾的 你看講清楚嘛 你看看我們 從兩千公里 一千公里 一千公里 那一萬人 跑到那個地方 繼續看那個明代 我們才不要看明代 我們主要的問題 是要看那個 劉備守直的嘛 好不好 各位告訴你 不要上這個檔案 我就把它講成這個事了 當然有什麼 古國災 這個是現在的設置 然後呢 我們一直強調 古國的文化 其實也是我們文學的一部分 因為我剛剛講過 這個 字古 畫家 都能聞 畫家都能寫詩 畫家都能寫一首好字 像我們的這個誰 我們的這個王偉 像我們的這個蘇東坡等等 都是書法家 都是畫家 各位看到 哎呀這個 這個 這個怎麼會變這樣 比如說這個是元代 元代的一個畫家 叫做索蘭摩阿 他所畫的 畫的這個蘭花 我不知道這個怎麼會這樣 他畫的蘭花 都是沒有根的 蘭花都是 浮在拜堂中頭 都是沒有根的 欸問他說你畫的蘭花 怎麼搞的都沒有根 他說我們的土地 都讓蚊人躲去啦 我們都沒有土地 我們哪有什麼地 所以他是一種 他是一種感情的一個法術 他把他的感情放在這個畫 畫裡面去 所以呢 當然還有別的東西啊 比如說很有名的一種 我們叫彩薇 彩薇圖 彩薇 我們知道是 彩薇的來源是 那個彩薇 的 初遙 朝等了天下了以後 他就 周王要請他們去當官 他氣死了 怎麼可以侮辱我的耳朵 他 flavor 就把耳朵洗一洗了 彩薇 周叔把他甩懷山рист引祭起來 對不對 因為什麼彩薇彩劫 所以彩薇 土就變成陰居的一種 一種代表 所以各位同事 你練到我辦公室去找我的畫 办公室堆一个指针吗 上课去了 派会去了 休假去了 我还有一格 彩威 你知道什么意思 彩威去 我要引气去 你不要再找我了嘛 所以这很有效 然后我们这个松工厅松工土 我们知道在北方 这个植物大概是秋天冬天的时候 当初已经补完 我们知道只有松柏厚雕以税 松跟柏是不雕的 所以自古文人就把松跟柏 变成一种非常 就是一种不会含香的一种 含霜的一种植物 带来一种气质 所以很多文人就不宜种松树 不是要产木材 主要是要听松工 底下听松工土 各位看这个是 不公博物很有名的一幅画 一个文字 然后呢 这个松某这样被风这样一吹 它好像有洞的样子 那我就利用一个 把这个中国非常有名的这些文学作品 做了一些统计 这个一二三四五支 在这种作品里面出现出前十年 这个排行录史前十年 我给它列进了 然后呢 我从先行卫星达美草诗开始 现在这个诗留有九千多首 然后呢 这个出现最后是蓝 第二是和 第三是流 意思可以可以 第十年是 第十年是 看不懂 然后呢 全堂诗 宋诗超 前宋词 原诗弦 前金原词 前缘闪 这个前缘闪 这个名字中 等等 我用红色的部分是辱书 所以各位看到 我们就是从赤金过来 赤金以来 赤金当的这个柳数不是很多 那我们可以看到有诗词的地方 这个柳数呢 从玉京南北朝开始 它就 跌在前三名 第三名 然后全堂诗它是第一名 五万三千多首里面 它有三千四百多首 它有 然后宋诗差不多第二名 全宋诗呢 第一名 这个第一名 第一名 第一名 第三名 虽然是第三名 你看是两千多 两千多是两千多 所以呢 我要问说 中国诗词里面 所以最多的诗诗是什么 当然是柳数啊 这个要背吗 不用背了 然后呢 我们另外一个比较有兴趣的是 这个部分 梅子 梅呢 在先进入 那边朝的时候 它是个梅动 进入前四名 它是第十四名 梅呢 在我们在宋朝以前 梅子不是来光发的 才不是来跨国画的 跨国画是那时候 我们宋代以后 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 赵方印 背酒 背酒士兵前 然后呢 就叫这些武将人去 养花啊 去养女人啊 去书都没关系 你就不要有权力就好了 那时候才开始兴起养 这个种兰花啦 种什么的梅花 所以梅子呢 在从前 在唐朝以前啊 它其实是 我们是抽成的果实 来做料理用 你知道 我们才应该是 等于现在的 什么醋一样的效果 所以各位你知道 这个上书里面在 那个 山王 山王 在收他的宰相 收他的宰相 收他的宰相 是他很得意的助手 他什么说 若作何恶 而为远眉 你对我的忠向心